明星入狱,当然没你想的那么夸张,只是一些拍戏的需要而已,不是真的入狱,当然也有真的入狱的,来和北北一起看看这些最帅的入狱照。 于最终的张艺山入狱照,非第一莫属了,北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的,张艺山看起来很狼狈,眼神让人很心疼,而张艺山也凭借于对一战成名,洗刷了童星的阴景,她的初次演技得到了整个影视圈的认可和一致好评。 吴京在《沙坡郎》中的入狱照,身着球衣,让人心疼,好在不是真的入狱,为了演出需要,不过吴京的这个入狱演技,足以以假乱争扎,吴剑道里的梁朝伟,虽然看起来胡子拉叉得很沧桑,但是依旧颜值爆表,充满了男人为香港警匪片的巅峰之作吴剑道。 年轻时候的陈永仁和刘建明,余文乐和陈冠希,多么经典的一对CP,卧底的余文乐被陈冠希送进警局后,拍下了这组照片,那时候的余文乐还是很年轻的,完全不输当下的小鲜肉。 古天乐和成龙在宝贝计划中,最后的监狱服忏悔,你还记得吗?下面来说一些真实入狱的,不开玩笑,著名主持人邱启明,因为寻衅姿势被逮捕,在警局拍下了这张警局登记照片, 不是陈宇宙啊?黄海波很熟悉了吧,大家也知道,因为嫖娼被抓,这个是成龙老大哥的儿子,房祖明因为吸毒被抓,虽然不是陈宇图,这审判图也足以震撼了吧。 别的先不说北北,在这里呼吁大家远离毒品吗?回到正题上来,你觉得哪个明星的陈宇宙更帅,或者你还知道哪些?欢迎关注北北病的评论区留言。